英国最牛首相,给女王上课,跟女王顶嘴,还更改进渐时间,伊丽莎白二世现任英国女王英联邦元首,国会最高首领1926年4月21日出生1952年2月6日登基1953年6月2日加冕女王是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居主住在白金汉宫撒切尔夫人 1925年10月13日1979年到1990年,为英国第49任首相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驻唐宁街10号此地,据白金汉宫仅数分钟路程,自从1975年5月,撒切尔夫人就任英国首相以来,女王与她的关系就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两人之间不易相处,究其原因,还是双方的背景差异过大,导致没有共同的话题 撒切尔夫人是一个杂货商的女儿靠自己的努力登上首相宝座 而女王生来就是王室贵胄在伊丽莎白二世 眼里这个女首相非常的无礼 因为按照规定首相,每周都要进见女王探讨政治事物 可她经常借故工作忙不与自己商量,而擅自更改进见时间 就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头三年就多次更改了进见时间 1980年12月9日本市进见时间 撒切尔夫却说,今天会谈是不方便的 我要招待一个主要由银行家组成的法国高级代表团 1982年3月的一天撒切尔夫仍有一次更改进见时间 这次没原因,单纯的就是爽约 甚至有一次撒切尔夫人直接拒绝了女王的近看和下榻 邀请因为她丈夫第二天早车有一场董事会会议 撒切尔夫人的所作所为 不仅加剧了她与女王之间的紧张关系 更加剧了唐宁街10号与白金汉宫同之间的紧张关系 到了后面撒切尔夫人与女王关系不融洽 是公开的秘密其他首相和女王会面 要么愉快地聊天 要么就实时探讨一下 然而撒切尔夫人却喜欢给女王说教上课 搞得特别正是何人景 倘若碰到大的分歧诸如 一直在背地里叫着要废除居主立宪 德布莱尔也只能就此闭嘴 在女王面前保持沉默撒切尔夫人却不一样 她直接用自己的观点反驳干女王顶嘴 让其威严严重受损 这就是英国最牛首相的作风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尴尬 撒切尔夫人与女王很少一起露面 撒切尔夫人手下的官员也努力 切保首相在会谈期间不会与女王撞上 女王对女首相的不满 表现的也比较公开 她在其他国家领导人面前就称呼撒切尔夫人 为那个女人有时还模仿撒切尔夫人的口音 因为撒切尔夫人作风强硬被人称作铁娘子 所以她也在不知不觉中扮演其了女王角色 1982年英国在马岛战争获胜 这让撒切尔夫人声望 达到了顶峰在战后军队胜利游行 使她站在阅兵台上下军 人们致敬可是这个位置 原本是女王的1990年11月 撒切尔夫人被自己的内阁所迫 不得不辞去首相一指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做出了最后一个善意 邀请她前来观看一场赛马会 这让撒切尔夫人非常感动 两人的紧张关系也就此缓和 2013年4月8日撒切尔夫人 伊仲峰去世中年87岁4月 17日女王参加了撒切尔夫人的葬礼 这是她在任期内 第二次参加前首相的葬礼 上一次参加前首相的葬礼 是在1965年送别的是邱吉尔 这就是英国最牛首相 给女王上课跟女王点嘴 还更改进件时间的历史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转发和评论 谢谢本人其他文章 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